太阳高挂山头 云层变化中闪闪发亮 就像钻石耀眼夺目 每年第一道曙光 总吸引大批民众争相捕捉 2020进入倒数迎接新年 三天廉价旅游行程也陆续推出 我建议就是说 这个邮轮式的列车 或者说你搭曙光号的搬机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迎接新年的方式 在台上竞歌全场嗨翻天 阿妹今年回家乡台东唱跨年 旅行社也抓紧机会推行程 粉丝专机飞到台东追星 嗨完再搭机返回台北 在东海岸两万尺高空 欣赏2021第一道曙光 尊荣行程一万元有找 丽荣航空也推出离岛迎曙光行程 冬至三天两夜一万三 若想慢活环岛台铁游轮式列车是首选 泰马里迎曙光四天环岛行 每人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元起 已经有八成五的一个病单 即将要额埋 受疫情影响 原本台铁就有的邮轮式列车 四到六月停驶 七月份重启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八成 出不了国 这用另一种方式封完台湾 记得陈玄白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